C919诞生后,中国航空还有多少路要走? 我想从一架飞机开始说起 2022年,中国南航的一架A380从广州起飞 飞往美国的莫哈维飞机分场进行存储 等待它的僵尸被销售和拆解的命运 当时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因为这架南航的A380才服役了十年,属于一年早逝 A380属于干线飞机 像这样的飞机比较贵,所以退役的条件非常苛刻 一般要满足服务年限25到30年 起降次数达到4万次 或者飞行时长达到6万小时等三个条件中的一个 航空公司才会考虑退役 而南航的A380客机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属于提前退役 其次,A380飞机的名气非常大 它是世界上载客量最大,也是体积最大的喷气式客机 被空客认为是可以改变航空游戏规则的机型 南航将这样的机型退役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事 但是更让大家感叹的还在后面 在2022年一整年,南航将旗下5架A380飞机全部退役 而且无一例外都送到了美国的飞机坟场分存 准备拆解售买 那么问题来了,南航为啥要全部退役A380呢? 如果真要退役,为啥要送到美国进行封存和拆解? 在国内自己拆解不行吗? 答案是还真的不行 一个是技术实力还没达到 还有一个是行业话语权在别人手里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咱就来说说隐藏在航空工业背后的那些潜规则 绝对硬核 喜欢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 南航推役A380其实也是迫于无奈 因为A380对标的是波音747 当时老美的波音还是航空界的老大 欧洲就希望树立起一个标志 能够让空客和波音进行分庭抗礼 于是欧洲各国提供了151欧元给空客做研发 希望空客能够造出一架改变游戏规则的客机 2005年,A380终于研发出来了 首飞时,时任德国总理的施洛德 英国首相布莱尔 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等重要人士悉数到场 希拉克甚至兴奋地说 这是欧洲的巨大成功 A380自然也没辜负空客的期望 它是航空界首架真正意义上的双层客机 可以搭载800多人进行洲际航行 打破了波音747保持30年的最高载客量客机记录 堪称空中巨无霸 更关键的是,A380的单座油耗也很低 以单机525座的常规布局缓算 油耗可以低至百公里三升以下 相比同样的超大型客机 波音747节省了约20%左右的燃油 特别适合直飞长渡的洲际枢纽航线 A380也因此被认为是现今世界飞机制造技术的巅峰 有些致力于洲际航行的航空公司 都会考虑引进A380 南航就是其中一份子 他们也希望开展洲际数纽航线 尤其是北京飞往纽约的航班 所以在2005年购买了5架A380客机 成为了A380中国的第一位客户 然而南航的运气并不好 原本空客预计在2007年交货 正好可以赶上北京奥运会 但是由于生产过程中遇到问题 一直延期到2011年才正式交付 然后又遇到了08年经济危机 航空市场变得冷淡 各大民航为了减少开支 都减少了远程飞行 转向了点对点的中短程航线 这种航线更适合中小型客机 而像波音747A380这种 一下数百人的超大型客机 根本做不满 只能被迫停飞或者是降档使用 南航的洲际航线也不例外 由于各种原因 一直无法有序开展 结果可想而知 南航花费重金购买的A380超大飞机 只能降档在国内飞行 或者直飞较短的洲际航线 这就造成了南航A380业务 头几年基本是亏损在运营 直到2017年才首次实现盈利 然而A380刚刚走上正轨 又遇到了疫情这个黑天鹅 这次别说洲际远程航行了 就连国内都飞不了 而疫情之后 又会是长时间的经济危机 整个洲际枢纽航线 遭遇到致命性打击 所以全球航空工业都选择 压缩旗下的相关航线 比如2020年5月份时 法国航空宣布将旗下的 9架A380提前退役 同年7月 英国航空公司也将旗下的 31架波音747客机 全数提前退役 两年后 空客和波音宣布将旗下的 A380和波音747正式停产 宣告超大飞机的时代即将过去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南航当然也顶不住了 提前退役A380飞机 是最好的选择 2022年12月 最后一架A380开进 美国飞机坟场 进行停放分存 自此南航再无空中霸主 当然退役的飞机 也不一定都是用来拆解的 但是南航的这几架A380太特殊了 导致它无法用在其他地方 一般来说 退役后的飞机将面临三种命运 第一种是拆解 第二种是客机改货机 第三种是改装成展品 或者是科研教学等 而A380飞机却比较特殊 它太大了 内部又是双层甲板设计 上层无法装载重物 强行拆除甲板 又会影响飞机的整体结构 加上机头机位和机身的设计 又无法完全打开 改装成货机的话 搬运货物的效率会特别慢 所以A380并不适合改装成货运飞机 至于改装成其他用途的市场又非常小 主要是以中小型飞机为主 也容纳不下巨型的飞机 所以它大概率会在美国进行拆解 再售卖 而且这种方式也是最适合的 因为南航的这五架A380飞行时长比较短 它的内部很多零部件都可以重新利用 所以南航的五架A380最终的归属 应该都是拆解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的飞机为啥一定要在美国封存和拆解呢 在我们中国不行吗 非常遗憾 答案还真是不行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储存和拆解这么大型的飞机 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弱点 飞机拆解在国外它有个完整的产业链 大概可以分为分存 评估 拆解和出售等四个环节 而中国在这四个环节中都比较落后 有些环节甚至都没有 比如说分存环节 它的作用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用来停放飞机的 这些停放的飞机 有些是航空公司寄存的等待售卖 或者是重新启用的 有些的则是分存等待拆解 所以这里也叫飞机坟场 全球共有五大飞机坟场 分别在美国的穆哈维和维克多维尔 法国的塔布 西班牙的特鲁埃尔 以及澳大利亚的爱丽丝泉等 而中国连一家专业的飞机坟场都没有 我们分存或者是报废的飞机 只能飞往国外 高价暂存在飞机坟场 这是因为飞机坟场对环境条件和技术的要求非常严格 第一个要求是环境 首先必须是地势平坦方便存放 然后还要气候干燥 因为空气中的水分和盐分容易让飞机生锈 只有稳定干燥的天气 才能够长久的停放飞机 所以一般飞机坟场都选择在沙漠地带 欧美的几大飞机坟场都是位于这个地方 其次是交通要便利 飞机坟场需要停放大量的飞机 所以需要足够的停机坟来储存飞机 还要有充裕的空域 方便飞机起飞和降落 满足了气候和交通后 飞机坟场的管理房还必须要有维护能力 最好是停靠在飞机拆解中心 而中国虽然也有沙漠 但是它位于西北 单单交通一向就很难过关 更不用说维护和靠近飞机拆解维修中心了 所以在飞机坟场上 中国目前还真没有专业的 除了坟场 我们在第二个环节也很落后 那就是评估 它主要是估算拆解后的飞机零部件 到底能值多少钱 一般来说 飞机的剩余价值与服务时间 零部件损耗等飞机状态有关系 其中飞机中的发动机是最值钱的 可以占到50%到85% 其次是起落架 VPU的比较强手的二手部件 大概可以占到10%左右 第三是航电飞控等部件 这些是占比比较少 但是科技行量高的部件 最后是飞机的机身履财 等可以回收的航财 评估方会根据飞机的履历 服役时间 零部件使用寿命 维修保养等情况 进行充分的调查 然后再根据飞机的实际情况 对飞机进行估算 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 这个评估流程并不算很难 难点在于经验的积累 对飞机零部件价值的判断 以及销售渠道的充分认识 就像二手车商贩一样 不仅需要对收购的 二手车矿有足够的判断 还要对二手车市场 有足够的了解 才能挣到一点差价 飞机也是如此 你得对所有流程都很熟悉 否则估算出来的差价会非常大 飞机售卖方和下游拆解方 总有一个不爽的 那业务就无法展开了 因此 评估方一般都是在航空产业中 经营多年 经验和履历都非常丰富的企业 才能做的 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比较晚 话语权还被渗透到零部件这个层次 所以评估方一般也都被 发达国家给垄断了 简单来说 我们的退役飞机价值有多少 其他国家说了算 当然他们还多少讲点道义 毕竟都是生育伙伴 不能做得太过分了 然后评估好的飞机 正式进入到第三个环节 拆解 这个环节是飞机零部件运转的 主要流程 是技术含量和壁垒最高的地方 当然难点不仅仅是技术 首先 拆解发会给飞机放学 就是将它内部的燃料 除冰剂 液压液体等化学液体排空 这一步是飞机拆解前的清理工作 清理完了 拆解发会优先处理价值最高的发动机 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将发动机拆卸下来 然后注入防腐蚀的液体 保护发动机状态 发动机拆除后 拆解器会对其再次测试和评估 判断发动机的状态 如果发动机整体比较完好 那么它的价值会非常高 拆解方通常会选择 直接将发动机售卖 这样做可以快速回笼资金 如果发动机也进行过大修 无法整体售卖 则会进入更深层次的拆解 把发动机中线可更换件 与一些空件拆解出来进行零售 这两者的价值差距在10倍左右 发动机拆解完后 就是飞机的其他零部件 直到机身合金的部分拆完为止 你看这流程很简单是不是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飞机拆解工作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 它本身并不挣钱 就拿最简单的铝部件回收来说 飞机上的不同部位 不同零部件 使用的铝合金也是不同的 但是每一种铝材的差异并不大 所以在拆解的过程中 需要仔细分类单独回收 而且还要保证每个零部件的质量 整个过程费时费力 关键是价格还低 按照正规流程拆解一架 波音737或者是空客A320 它的共识费不超过10万美元 非常的不划算 那么拆解方靠啥存活呢 其实就是零部件 我们举个例子 一架退役的波音737客机 售价可能只有50万美元左右 但是一个合格的二手737起落价 就可以卖到近20万美元 这中间的利润差价 就是拆解方得到的报酬 为啥差距这么大的 主要和拆解要求严格有关系 因为二手零部件 是要重新用到飞机上的 所以就需要确保 这个零部件的完整性 然后拆下来的零部件 不是随便就能装到飞机上去 需要再次经过严格的检测 又叫飞行适应性检测 大家都知道 飞机检测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以C919为例 它在六年前就实现首飞了 但是为了取得各种证书 却花了整整六年时间 所以能满足试行检测的零部件 也是非常严格的 这就对拆解提出了 非常非常高的要求 你必须取得一系列的资格才行 比如拆解人员 有没有专业的资质 拆解过程中 有没有按照标准来做 拆解下来的零部件质量 如何控制等等 你需要搭建一个非常专业 标准非常高和技术一流的团队才行 当你拥有了这个专业团队后 还需要取得各大民航局 颁发的许可证 缴145维修资质许可 但是这还没完 有了145许可证 也只能证明 你拥有拆解飞机的初步能力 而不是任何飞机都能拆解 必须再次在所在民航局 申请各种不同机型的拆解资质 取得了所有资质后 企业还需要出具相应的证明标签 证明这个零部件符合标准 可以在市场上出售 这个过程十分繁琐 而且投入巨大 很少有企业能够取得资质 世界飞机拆解专业公司中 55%位于美国 42%位于西欧 中国能够进行飞机拆解业务的企业 只有9家 其中更是只有中飞一家 是专业的飞机拆解公司 其余都是以飞机维修业务为主 中飞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才取得了中国民航局 欧洲民航局 美国民航局帮发的145维修许可 但即使如此 也不是什么飞机都能拆 其中并没有A380拆解的资质 所以南航的A380 才千里迢迢地运到国外去卖 拆解其实还算好 毕竟技术和资金到位 都可以发展起来 反而最后一个销售环节 难度更大 大家可能会觉得 不就是买东西吗 能难到哪里呢 卖东西的确不难 也不是什么技术活 它难的是壁垒对我们不利 一般飞机零部件 想要流入国际市场 需要取得FAA或者EASA 颁发的相关认证 有些航空企业 价值会大大降低 甚至出现拒绝购买的情况 但是美国和欧空局 哪有那么好心 给你一个证书 让你去抢他们的饭碗吗 当然不可能了 参考C919就知道了 虽然它通过了 中国的试航认证 但是至今仍未取得 FAA和ESA的试航认证 这就是中国飞机拆解行业 遇到的困难 可以说在整个产业链中 我们都处于劣势 想要突破 不能单靠某个环节 必须整个产业链 一起发展才行 但是这样又很麻烦 因为中国拆解行业的落后 不是单一的技术 或者是话语情问题 它的背后关系到了 国内外航空拆解发展 和思路的不同 啥意思呢 我们从飞机拆解行业发展说起 国内外航空业发展的比较早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就诞生出了世界上第一款 专门制造喷气式民航客机 英国的哈韦兰彗星飞机 1958年 波音在为美国空军研制的 KC-135空中加油机技术上 研制出其第一款 喷气式民航客机 波音707 此后在波音空客等航空公司的努力下 航空业逐渐走向了新盛 而伴随航空业发展起来的 就是飞机维修和拆解 也到了发展 1970年代时 拆解行业还未正式诞生 发达国家拆除飞机 主要是为了维修 一些淘汰掉的飞机 也会当作二手飞机 转售给亚非拉等国再赚一笔 但是到了1980年代 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发展了起来 他们航空公司不再满足于二手货 而是追求原装进口 于是发达国家的二手飞机就越来越多了 只能当作废品报废 直到2005年 空客建立了一个 飞机拆解回收的示范性项目 PAMELA项目 完成了世界上首例 整机拆解回收处理工作 建立起了民航客机分类回收的 一系列标准和方案 所以飞机拆解行业 算是21世纪诞生的新兴行业 而中国飞机拆解发展的就更晚了 由于我们对飞机的安全标准要求非常高 可以用生命至上来形容 所以航空公司运营也是偏向保守 更倾向于购买新的飞机 即使飞机遇到重大问题 也是选择直接退役 而不是进行大维修 所以飞机的二手零部件在中国并没有市场 拆解行业在中国一直都是处于滞后的阶段 直到2015年时 中飞租赁才在哈尔滨建成了国内第一家飞机拆解公司 2018年6月才正式投入运营 2019年时 中国民航局才颁布具有指导和规范飞机拆解工作的 航空器拆解公告 也就是说 我们的飞机回收和拆解还在探索当中 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们的航空工业发展得非常快 随着我们C919 CR929等飞机相继诞生 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和整个产业都会逐步完善 到那时 我们的飞机拆解和再利用都不会是大问题 只是在此之前 我们不要被C919的喜悦冲昏了头脑 也不要被话语权缺失泼了冷水 而是要继续卧心产胆 毕竟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以我们的发展速度 我们终将可以一飞冲天 加油吧各位 好了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